第十四題 他問我們說哪些因素會影響到一個有機化合物的性質 我們曉得如果他具有不一樣的性質 那他就是所謂的不一樣的化合物 那麼所謂的化合物 我們前面講過了存物質 他的跟決定存物質的種 他是什麼樣的存物質 是根據他所組成的原子的種類 數目跟排列方式 所以如果他的種類不同 數目不同或排列方式不同 那他就是不一樣的化合物 那麼他就會有不一樣的性質 那麼種類跟數目我們看了很多 排列方式不同 我們在國中基本上 只有學一個假謎跟乙醇 他們是排列方式不同 但是不管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題 他誰會影響到有機化合物性質 就是所謂的種類 數目跟排列方式 所以呢 我們答案要選C 乙丙丁 vrij 謝謝你 好